歡迎收看每日的焦點新聞 本港爆發第五波疫情 多區污水樣本呈陽性 而今日的確診個案數目在床甚高 錄得614宗的確診個案 當中150宗是和早前的個案相關的 其餘的457宗在調查中 另外有7宗的輸入個案 同日錄得大約超過600宗的初步確診個案 衛生防護中心說 患者主要是因為節日聚集受感染 形容現在的情況不容樂觀 希望市民配合當局防疫政策 醫管局呼籲如果收到檢測為陽性通知 市民應該留在家裡做好感染控制措施 等待當局接送到醫院 而現在有兩名病人危殆 分別是一名77歲的女病人 84歲的男病人 另外有一名78歲男病人的情況嚴重 當局會安排低風險的患者 入住築高灣社區隔離設施 另外醫管局也會提供24小時的醫療支援 鑑於本港的新冠確診數字高企不下 今天更加創新高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 今天在電台節目表示 本港目前的疫情極度嚴峻 Omicron的個案以幾何級這樣上升的趨勢已經開始 會積極考慮收緊社交距離措施 明天的行政會議後將會有所公佈 大方向是減低人流 它又呼籲市民留家抗疫、接種疫苗、有風險的人士進行檢測 僱主也應該盡量安排員工留在家裡工作 陳肇始又說 築高灣的檢疫中心第一期已經清控 隨時可以用作社區隔離設施 會考慮將較低風險、年紀較輕 沒有病徵或病徵輕微的確診者轉往隔離 當局也正就確診者的家居隔離制定指引 目前會先使用築高灣的設施 醫管局也會做好風險評估 預留設施給不適合家居的檢疫人士 政府提供快速測試包 不如一起和巴士部總編輯你和談談 李童,這個快速測試包供市民自我快速檢測 但有政界人士對這個計劃有疑問 為什麼呢? 你好,政府提供的快速測試包 是被市民自我快速檢測的 有政界人士就不太看好這個計劃 認為最終可能會迫爆急症質 加速病毒的擴散 根據政府官員在昨天的記者會上 解釋有兩種檢測的方式 一種就是社區檢測中心的核酸檢測 假如是結果呈陽性的話 市民就會收到SMS的通知 確診者就留在家裡 幫局會派人將他送往醫院或隔離中心治理 另一種就是衛生署和醫管局力推的全民自我檢測計劃 即使是市民用檢測包的快速抗原檢測發現自己呈陽性 不會立即送院的 仍然需要自行到急診室 分流再做核酸檢測再確認 如果依舊仍然呈陽性才會收治 有政界人士就分析政府有不同的處理手法 可能會因為檢測包快速測試不差值較大 所以呼籲市民使用快速抗原檢測包的市民 在測速人性結果後 先到急診室分流做核酸檢測 以免因此出現了大量假陽性個案而浪費人手 政界中人就說這種處理方式 實行起來可能會遇到問題 第一就是兩種確診 兩種處理方法公眾未必能理解得到 第二就是再到急診室確認並不是好的安排 客觀上是有迫爆急診室的可能性 亦會增加醫院內交叉感染的風險 事實上醫管局總行政經理劉家憲近日 已經透露現時急診室出現大量求診者 需要長時間在分流檢測室等候 政府全民派檢測包的做法 涉及繁複行政安排 若真的有大量假陽性個案 湧現並迫爆急診室 很有可能會是力不討好 特首林鄭月娥早前說 快速抗原測試包不能代替核酸檢測 當被問為何不推行全民檢測時 特首解釋說 當年普及社區檢測178萬多人 找到45宗陽性 成效是0.0025% 以年初二為例 超過13萬次檢測 找到130宗陽性 比例是0.094% 較普及的社區檢測效益高38倍 強調當資源並非無限時 一定要用在最有效益的地方 謝謝你 檢測站附近也設有派酬安排 工作人員也協助市民從派酬機按出醜號 市民再頻票按時根據號碼進場採養 政府說 今日的全港各區合共63個地點 將會設有社區檢測中心和流動採養站 為了需要接受強制檢測的人士提供免費檢測服務 檢測量足以應付需求 政府昨晚8點和8點30分 在先後維豐、沙田、美田村、美景樓和美智樓兩棟大廈 作新官發言強制檢測 政府今日決定維豐的行動延長到明天 目標是在明天的上午大約10點鐘完成行動 政府發言人說 美景樓和美智樓排放的污水樣本 近日對病毒的檢測呈陽性 並在昨天的維豐檢測行動中 分別發現10宗和12宗的初步陽性個案 情況令人憂慮 鑑於美田村、美景樓和美智樓具有極高感染風險 有必要採取果斷的行動 將維豐的檢測行動延長到明天 以免病毒進一步擴散 政府發言人說 明白今次的安排會為市民帶來不變 鄭仲呼籲宣告生效時不在家 包括正外出工作的居民 請如常地回到美景樓或美智樓 遵照檢測的安排 另外曾經在過去兩個星期到訪美景樓或美智樓 超過兩個小時的人士 亦需要按早前發出的強制檢測公告 在明天或之前接受強制檢測 國家衛健委新冠疫情應對處理工作領導小組 專家組組長梁萬年 近期接受媒體訪問時 建議香港當務資金擴大核酸檢測範圍 儘早找到傳染病源 同時可以通過大數據的手段 對密切接觸者進行有效的追蹤 梁萬年說很多病例的出現來源都不清楚 這個也意味著社區有傳播 怎樣將核酸檢測的工具用上 令到老百姓去配合去篩一下 不清楚的時候 我們的經驗是寧願將它擴大一些目標 就是在出現病例的時候 在我們的視野範圍內的人群出現病例 這個也是我們追求的東西 梁萬年也說中國的防疫已經證明了動態清零是符合實際 至少現階段是這樣 他認為動態清零對香港仍然適用 但對香港來說 怎樣在動態清零能夠好好地平衡社會經濟發展 生產的生活和疫情防控的關係 這是一個科學的命題 也是一個民生的命題 梁萬年對香港疫情提出了建議 包括精準進行流行病學的調查 精準劃行密切接觸者 精準劃定有風險的地區 精準進行醫療救治 以及精準實施社區防控 梁萬年表示香港有能力做好流行病學的調查 可以通過大數據信息化 找到密切接觸者 他又說如果今後有更加有效的藥物出現 令人類可以戰勝病毒 將危害減低 就可以和它共存 但現在要說躺平是為時過早 從科學上仍然是沒有辦法得出這個結論 美國海軍卡爾文深號航空母艦 一架F-35C戰機 上個月底在南海演習後降落失敗 墮落海中 戰機機師就幸運獲救 據美國航空專業網站The Avisionist 報導 本月6日社交平台上出現了一條影片 據稱是美軍F-35C的戰機 在降落航母時墮入南海的最新畫面 雖然美軍未證實這個畫面的真偽 但報導認為這個影片和今為止 外界了解到F-35C的墮海細節是完全一致的 報導也說戰機試圖在航母甲板降落時 以二乎尋常的速度快速下降 信號官發出驚恐的尖叫 並通過無線電指使戰機的機師 立即終止降落並且復飛 但已經是來不及 這個時候戰機的後半部 重重地撞到甲板 煮起的機架被摧毀 隨後戰機的側面滑落並被火箭吞沒 緊接著戰機拖著濃煙和火焰墮海 一些燃燒碎片 飛向停在甲板上的其他飛機 航母救援人員緊急地滅火 較早前社交平台也流傳了一張 疑似F-35墮海、F-35C墮海的照片 以及一段疑似F-35C墮海前畫面的影片 並且引發網絡熱議 對此美國海軍已經證實了它的真確性 美國的軍方正在安排回收這架戰機 不過有專家認為 打撈戰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而是一項艱鉅的任務 美國太平洋司令部夏威夷聯合情報中心 行動前主任舒斯特就預測地說 美軍的打撈船抵達墮機的現場 需要10至15天 回收作業也需要大約120天 具體取決於這架F-35C的戰機墮入的深度 在加拿大首都屋泰華 反對新冠疫苗強制接種的示威活動 已經持續了10天 隨著抗議的活動越演越烈 屋泰華的市長宣布全市進入緊急狀態 數以百計跨境貨車繼續佔領加拿大議會附近的市區 沒有跡象顯示示威者是計劃離開 屋泰華的市長旭心就說 日益失控的示威抗議 對市民的安全和保障構成了嚴重的危險和威脅 旭心也說 局勢已經是完全失控 一些參加抗議活動的個別人士 可以發號司令 掌控全局 他們的人數比警察更多 警方說市政府的官員估計 有五百架大型貨車在市中心一帶 明顯是控制了市中心國會的大樓等地區 加拿大總理杜魯多近期屢次批評示威的活動 以及在這個過程中出現的宣揚仇恨等行為 並說屋泰華的民眾應該獲得應有的生活 加拿大和美國立法規定 通過兩國邊界的跨境 貨車司機必須完成疫苗的接種措施 而這個措施就一月份生效了 加拿大的貨車司機於是發起示威活動抗議 示威逐漸演變成一個廣泛反對防疫的限制措施 和總理杜魯多政府的集會